大牙日前控訴在11年前 遭席域老闆陳建州性騷擾震驚外界 在後續遭黑犯夫婦提出民事告訴 並且求償千萬元 歷經了15天的時間 大牙終於在社群上發出笑臉照 之間她對鏡自拍露出燦笑 並在內文中寫道 這陣子收到很多來自四面八方的關心 想在這邊謝謝所有給我支持的你 你更向大家報平安表示我很好 她也不忘提到老公說到 依舊跟老公手牽手一起去打球 其實在發文的前一天 大牙就有在社群上曬出打羽球的照片 心田看起來相當好 讓粉絲們放心不少 而帖文的最後更表示 就用這個憨憨的笑容 來謝謝這陣子給我勇氣的你們吧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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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